第十九章 熊黑之威 是 大人 黑衣女子阿姨功身应命 随后阿姨立马离开了大殿 开始调兵遣将 聚集大量人马 为熊黑大人开道了 而大殿之上 柳絮道人 魅集二人都笑看着熊黑 俊美的柳絮道人很是热情地说道 熊黑大哥亲自出马 再加上这黑龙大人亲自的天神器 小小迷你山定不在话下 在黑龙潭这边 小弟也无聊的 不如随熊黑大哥一起前往 在一旁观瞻熊黑大哥的威风 柳哥哥说的倒是有趣 我也一同去吧 到时候也一同在边上观看熊哥哥发威 魅集轻摇衣袖 天天说道 熊黑走下大殿 站在了魅集 柳絮道人的身旁 那近乎三米的身高 确实让那个魅集 柳絮道人 不得不仰视 魅集 柳絮 你们既然想要去看 那便随我一起去 熊黑头略微抬起 眼中凶光穿过大殿大门 射向南方 哼 迷你山 随后熊黑大步地迈出了大殿 直接朝外面走去 短短一会儿 熊八店外面便集结了近一万人马 一万人马对于黑龙台而言 只能算是很少一部分了 不过 人数过万 看起来便是人山人海了 那一个个神人在下方谈论着 嘈杂得很 咚咚咚 重重的脚步声响起 熊黑那伟岸的身影出现在高台上 目光朝下方一扫 只听到黑龙台一些头目的一阵呵斥声 顿时这近一万人马变得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恭敬地看着上方的熊黑大人 拜见熊黑大人 近一万人同时单膝跪下 声音响彻无比 魅姬 柳旭道人二人也飞上了高台 只是他们二人站在了熊黑的两旁 魅姬轻声笑道 熊哥哥 好大的威风 熊黑根本没有理会魅姬 而是挥手喝道 出发 顿时近一万人马 分成一个个队伍 有条不稳地开始朝南方快速行进了 黑龙台的首领黑龙大人已经多年没出现了 熊黑在黑龙台的地位便算是第一 他要亲自出手 排场又岂能小 熊黑惬意地坐在堂椅上 四个身材和熊黑有一笔的强壮男子在下方扛着 这四个强壮男子论实力皆是达到了上级神人 而来看戏的柳旭 魅姬 同样是如此被人抬着堂椅前进 只是柳旭和魅姬下面抬着堂椅的四个上级神人 皆是貌美的女子一路前进 花费了近乎三天时间 这支大军终于来到了迷你山 秦宇站在某个树冠之上 遥看远处那一条长长的队伍 这支队伍的前头部队刚刚抵达迷你山 而中央的军队和后头军队却还有好一段距离 好大的排场 秦宇脸上有着一丝微笑 脚下虚跨一步 便到了一处山崖边缘 秦宇坐于山崖边缘 福伯站在他的身后 主人 看人马有近一万之多 福伯目光一扫便猜出大概的数目 面对大阵 人数是没用的 哎 多少是死多少 希望黑龙坛的首领别头脑发热 否则死的人太多 也非我本愿 秦宇淡笑着说道 福伯 你说我这个杀阵 是否拦得住对方呢 福伯笑着摇头道 杀阵虽然离开 可是这种攻击力 估计还杀不了天神级别高手 而这一次 我估计黑龙坛 天神级别的高手 也应该到了 前头部队共两千人马 后头部队共两千人马 而中央则有近六千人 而熊黑 魅吉 柳旭三人 都是在大部队的中央位置 带到整个大军 完全到迷你山的脚下 秦宇已经等了近半个时辰了 所有人马进接在地面上 可是这时候 从这境万密集的人群中 飞出了一个强壮的男子 一身黑色战甲 满脸横肉 身上的霸道气势 老远就能够感受到了 飞行 天神高手果然到了 秦宇也站了起来 面对天神级别的高手 秦宇也无法想过去 那般随意了 可是就在秦宇站起来的时候 在那身穿黑色战甲的 强壮男子身后 竟然又飞出了两人 三个天神 真是瞧得起我 秦宇心中也有了一丝兴奋 三个天神 应该可以让我试验不少阵法了 就在秦宇将三个天神 荡成试验阵法的白老鼠的时候 三位天神却凌空而立 熊黑在前 柳絮道人 魅姬在后 迷你山的人听着 我乃黑龙潭的熊黑大人 如果识去 就乖乖地从迷你山出来 束手就擒 否则 休怪我心狠手辣 熊黑脸上近视不屑 魅姬和柳絮道人相视一眼 熊黑 没听说过 一道清朗的声音响起 一个人影 从迷你山上飞了出来 站于迷你山上空 看到竟然有人飞起来 顿时熊黑脸色变了 连魅姬 柳絮也没有了刚才的轻松 而是一脸的严肃 只是看向 熊黑的目光中 带着一丝细血 呀 是天神 竟然是天神 这次有一场大战了 那一万黑龙潭的人马 喧闹了起来 见到敌人 竟然是一个天神 那气氛立即沸腾了 起来 连熊黑也没有了 一开始的霸气 他 他怎么变成了天神 柳七岩在人群中 傻傻看着迷你山空中的秦宇 眼前人的模样 柳七岩依旧记得一清二楚 这人就是行远的朋友 那个叫秦宇的人 俊美的小哥 我叫魅姬 那大个子 就是我们黑龙潭的熊黑大人 这位是柳絮道人 不知道小哥你叫什么呢 魅姬甜美说道 在下秦宇 秦宇直接说出了自己姓名 秦宇这个名字 在仙魔妖界 有不少麻烦 可是在神界 倒是没什么隐藏的必要 熊黑眉头一皱 然后冷哼一声说道 秦宇 没想到你也是天神 你既然身为天神 占据了迷你山 和我黑龙潭打声招呼 黑龙潭肯定很大度的 不会在意的 可是你这段日子的所作所为 却是和我黑龙潭作对 你说吧 你准备如何让我黑龙潭满意 熊黑 柳絮 魅姬三人都是下步天神 神界的天神 是很稀少的 一般各大势力 都会拉拢天神高手 熊黑根本判断不出 秦宇是独自一人 还是背后有着强大的背景 黑龙潭在玉池城范围内 算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可是和玉池城等各大城池相比 却是弱得多 让你们满意 对 我的阵法会让你们满意的 秦宇微笑着说道 熊黑脸色冷了下来 这就是你让我们满意的办法 熊黑眼中开始迸发出杀气 秦宇则是微笑说道 对 熊黑 魅姬 柳絮 我提醒你们 我在迷你山最外围布置的是沙阵 迷你山的中部区域 也布置了阵法 魅姬 柳絮 你们二人在一旁 熊黑阴沉着脸 单手一伸 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柄 近乎四米长的赤红色狼牙棒 只见碧绿色的天神之力 从熊黑手中传入狼牙棒内 狼牙棒整个都震动了起来 魅姬和柳絮相视一眼 熊哥哥 有破山在手 定能将那个秦宇轻易擒住 魅姬笑着说道 熊黑本人则是虚跨一步 一下子冲进了沙阵之中 刚刚进入沙阵之中 就有一团团黑色火焰冲来 刚好从四面八方将熊黑给包裹 不过对于下部天神而言 神火倒是没什么伤害力 呀 熊黑猛的一声大吼 其身体周围的空间完全扭曲了起来 熊黑粗大的双手 持着那狼牙棒 狼牙棒表面流窜着碧绿色天神之力 天神之力 灌入天神器 这才能发挥天神器最大的攻击力 破山 熊黑的狼牙棒狠狠砸在迷你山的地面之上 在迷你山山上 摇摇看到这一幕的情语 震惊地发现整个迷你山都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秦宇在迷你山山上都感到震动 而熊黑的周围呢 以熊黑为中心 方圆十米内的山石 进阶化为积粉 而方圆过百米的山体都裂了开来 同时秦宇 不知在这个区域的一个阵机也被破掉了 哄 狼牙棒斜着万军之力 仿佛撕裂空间一般 狠狠地砸在山体之上 过百米范围内的山石 进阶均裂开来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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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熊黑使用天神器威力怎么这么大 晴宇猛地站了起来 摇看山下持着巨大狼牙棒的熊黑 主人 神器用神之力灌入 威力比在仙魔妖界大得多 同样的道理 天神器 用天神之力灌入 威力才是最大的 福伯恭敬道 此刻熊黑却单手持着巨大狼牙棒 一步步朝迷你山山上走去 他的每一步都重得让地面震了震 熊黑满脸横弱的脸上滴煞气 也比刚才更狂暴了 第十五集开天辟地第二十章 最强杀阵 熊黑 你前方三步距离 便是下一个阵法 你若是能破掉 便有资格 尝尝我的最强杀阵了 秦宇清朗的声音 在迷你山上回荡着 熊黑 仰头看向迷你山山峰 狂傲的吼道 秦宇 你且在山上藏好了 带着本大人破掉你的阵法 再用这天神器 砸掉你的脑袋 毁掉你的真灵 说完 熊黑再次大踏步上前 迷你山有近两千米高 秦宇便在接近山峰之处 一旦熊黑步入阵法中 因为阵法的关系 熊黑看不到秦宇 可是阵法是秦宇布置的 熊黑在阵法中的一举一动 秦宇都能够清晰知道 毁掉我的真灵 秦宇嘀咕着 秦宇很清楚 真灵就是意识 福伯在一旁恭敬说道 主人 对于一般的神人 或者更弱者 一旦魂飞魄散 真灵也会自动消散 因为此刻的真灵太弱 根本无法独自存在 可是一旦灵魂化音 达到天神境界 即使魂飞魄散 真灵也能够独自存在 前提是 真灵不受到别人攻击 真灵再又如何 难道还能复生 秦宇看向福伯 福伯恭敬回答道 真灵如果在 虽然复生有很大的难度 可是在神界 还是有最珍贵的丹药 那种丹药便能够让人复活 除此之外 单单只剩下真灵的人 天尊级别高手 也能够让他复活 秦宇摇头笑道 天尊 传说中的天尊 又有几人看到过 其实不单单是天尊 在很久以前 那时候 老主人还在神界 而那时候 神界有一个极为风光的神王 他被称为生命神王 这位生命神王 便拥有着 让仅剩下真灵的人复活 福伯恭敬回答道 哦 生命神王 竟然拥有让人复活的 神通 难道他使用这神通 没什么限制 秦宇惊讶到 仅仅剩下真灵 都能够复活 这可相当于逆天的事情了 要做到这种地步 怎么没点限制 应该没限制 老主人说的 整个神界 在神王中 对于救人的本领 无人急得上生命神王的 福伯感慨一声说道 可惜生命神王死了 怎么死的 秦宇好奇问道 神王级别高手 怎么那么容易死 战争 福伯说道 在神界 每六十一年 便有一次遍及整个神界的战斗 一般情况下 战斗中 神王级别高手很少陨落 可是历史上还是有的 秦宇微微点头 福伯 距离下一次神界战争 还有多久 在秦宇看来 一旦发生战争 他如果成为战斗高手 那他的好处将会更多 福伯恭敬说道 应该还有十一年以上 太久了 秦宇暗中叹息一声 嗯 秦宇忽然眼睛一亮 此刻熊黑 已经进入处于 迷你山中不屈的阵法 那阵法是一个幻阵 面对这幻阵 熊黑显然有些措手不及 这个笨熊 用蛮力破幻阵 可是很难的 秦宇微笑看着阵中的熊黑 凌空虚立的魅积 柳须道人也疑惑起来 熊黑他怎么总是 在那三部范围内绕圈 还不停地砸着地面 总在三部范围内砸地面 又能够毁坏多大范围 魅积眉头皱了起来 整个黑龙潭最精通阵法的 便是柳须道人了 就是那公孙靖 平常也经常请教柳须道人 柳须道人 在阵法上的实力 已经算是二级阵法的巅峰 只是阵法上的研究 太过繁复 如果没人知道 在这浩瀚无边的阵法海洋中 很容易就迷失了推演方向 走入偏道 不是所有人都有将神车猴园 留下书籍 仔细教导的 熊黑 应该是进入了一个幻阵之中 此刻的他 估计 还不知道自己在绕圈 而且也不知道 正砸着同一块地面 柳须道人 依旧盯着大阵中的熊黑 的确和柳须道人猜测的一样 熊黑根本不知道 所砸的是同一块区域 此刻他所看到的 就是一片广袤的大地 他不管其他 只管砸着地面 巨大的狼牙棒 一砸一个大坑 他跑一段距离 再砸一个坑 就这么的砸着 硬是砸了过百次 呼呼 熊黑喘息着 狼牙棒是重型攻击武器 而且每一次 他都灌输了大量天神之力 否则又岂会将神界的石头 一下子砸了那么大范围 连续过百次的怒砸 熊黑的天神之力 消耗太多了 怎么回事 熊黑额头青筋暴脱了起来 目光一会儿看向东方 一会儿看向北方 阵法 我竟然还是在阵法中 我砸了数百次 就是整个迷你山 都差不多砸了大半了 怎么阵法还没破 熊黑看着周围 依旧一望无际的草原 有些怒了 面对幻阵 最有效的破阵方法就是 熊黑收起了狼牙棒破山 而是整个人悬浮了起来 通体被碧绿色天神之力包裹着 以熊黑为中心 周围十米内空间 进阶开始扭曲了起来 原本熊黑眼睛所看到的大草原 也开始扭曲了起来 变成了碎成粉的山石 也就是熊黑周围十米区域内 变成真实的迷你山 而更大的区域 依旧变换着一个个场景 幻阵 阵法不过小道 在空间之力面前 还不是溃散 熊黑大笑着说道 整个人朝前方飞行 凡是他飞行过处 十米区域内都变成真实情况 根本无法再影响他的感官 就这么的 熊黑轻松穿越了幻阵 穿过了幻阵 熊黑已经登上了迷你山山腰 秦宇还不快快受死 熊黑朗声喊道 秦宇此刻副手站在迷你山山顶 也朗声说道 熊黑 你破掉了幻阵 不算什么 你在前进 便遇到我最厉害的杀阵 我看你如何破 杀阵 简单 简单 熊黑很是自信 杀阵虽然有攻击 可是至少不会让他迷失方向 在熊黑看来 只需要硬撑着一会儿 然后用狼牙棒 砸个山崩地裂 毁掉阵机就成 简单 秦宇脸上有着一抹淡笑 别太自信了 自信会掉性命的 秦宇对这一个杀阵 可是很有信心 这杀阵乃是秦宇如今 在杀阵上最高的成就 是一个三级阵法 而且论威力 比一般三级阵法还要强 因为这三级阵法 主要是火属性攻击 秦宇自己拥有着炼火手环 炼火手环 可是由九颗紫元火珠炼制而成 靠炼火手环辅助 秦宇布置火属性杀阵 最是厉害 我就不相信 你在白色净火攻击下 还不死 秦宇脸上满是自信 白色净火 为天神的体内 真火 秦宇仗着26重阵法 完美叠加 再加上炼火手环的辅助 刚好可以施展出白色净火攻击 面对白色净火 就是天神 身体也是抗不住的 除非有天神器战衣 熊黑 有一件下品天神器 就很难得了 他怎么可能有天神器防御战衣 所以此战 熊黑一旦进入 必定会被白色净火 给烧得干净 连真灵都留不了 在柳须道人 魅积 近万神人的注视下 熊黑步入了秦宇的最强杀阵 杀阵 给我破 熊黑 兴奋地伸出肥大的大舌头 舔湿着厚大的嘴唇 整个人双手持着狼牙棒 狠狠地不要朝地面砸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地面上冒出一团白色火焰 白色 熊黑一愣 然后整个人猛地清醒过来 呀 白色净火 熊黑 整个人仿佛疯子一样猛地退开 可是这时候 他后面也飞来一团白色净火 熊黑不断地闪躲着 他根本不敢靠近地面 因为地面正冒出一团团白色净火 而天空也有一团团白色净火 天空 地面 前后左右 各个方向都有白色净火飞来 随着时间推移 白色净火越来越多 而且还是形成一个牢笼 朝熊黑聚集而去 白色净火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白色净火 就是天神 也不可能 发出这么多白色净火呀 熊黑 都快哭了 一个人体内的真火 就那么一点 谁能够用这么多白色净火来攻击人 可是秦宇做到了 他靠着鸿蒙领宝炼火手环 以及他自己所能布置的最强杀阵 布置出了火属性杀阵 这阵法层次还太低 如果是四级阵法 或者五级阵法 估计整个阵法范围内 竟是无穷无尽的白色净火 不像现在只是一团团而已 现在实力也太低 虽然完全炼化了炼火手环 可是炼火手环发出的白色净火太少了 如果我实力强 单单靠炼火手环 就能够形成一个白色净火地狱 秦宇心中还感叹着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不过是个下部天神 如果是中部天神 以中部天神对空间的领悟 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绝对领域 可以轻松逃出 可是他是下部天神 神界空间束缚太大 在神界中 他也就只能让自己飞行 最多让周围空间扭曲而已 白色净火 熊黑看了看身上这件上品神器战衣 只能苦笑 面对白色净火 上品神器根本不可能抵挡片刻 熊黑绝望了 放弃了 密密麻麻的白色净火 朝熊黑飞去 距离他只有数米远了 可是这个时候 发生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 砰 仿佛混乱了一样 一团团白色净火 竟然失去控制一般 朝四面八方 胡乱飞去 而且紧紧飞行了机密 距离 所有火焰就阴灭了 这 这 熊黑呆呆看着这一幕 他的大腿和胸口 各有一个大窟窿 鲜血不断流淌出来 可是他丝毫没有在意 这些 刚才乱飞的白色净火 有两团飞到了他的身上 而其他有的 白色净火 还没有碰触他 就直接阴灭了 不知道怎能回事 26重阵法叠加 按照推演的结果 这个熊黑应该死了才对 可是刚才白色净火的能量 似乎太大 第三重 第八重阵法 都有了些许的影响 原本形成一体的杀阵 竟然就这么崩溃了 秦宇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步阵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这种很多重叠加阵法 只要有其中一重阵法出现问题 整个阵法都会崩溃 主人 这就是试验阵法的重要性 事实上越是复杂的阵法 就越难达到推演的结果 伏伯在一旁说道 秦宇笑着点了点头 我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没想到 那熊黑竟然在这阵法中 捡了一命 过去 秦宇一直期待试验阵法 发现自己推演的错误之处 可是当错误发生的时候 秦宇又有点不甘心 毕竟那下部天神熊黑 只是差一点 小命就玩完了 可现在 呼 老天在帮我 老天在帮我呀 熊黑兴奋的大吼两声 他整个人额头 脸上 摆至后背都是冷汗 熊黑用体内剩下的天神之力 修复了身体伤势 对于天神而言 身体受伤倒是小事 只是需要消耗天神之力 而消耗的天神之力 则需要使用神灵石来补充 翻手 取出一颗上品神灵石 熊黑 很快就修复了伤势 熊黑 你的命可真大 熊黑抬头看去 秦宇整个人凌空而立 此刻距离他熊黑 也就两三百米的距离 秦宇 老天都在帮我 熊黑充满了自信 连你最强的阵法都完蛋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 受死吧 熊黑整个人飞速朝秦宇冲去 秦宇看着熊黑的飞来 脑海中却有着 阵道九百卷中记载的一句话 杀阵 困阵 防御阵法 三大阵法中 威力最强的是困阵 阵道九百卷 超过五百卷内容 都是讲述困阵的 而讲述杀阵 防御阵法的卷轴 加起来也就近四百卷 希望 阵道中的这一句话是对的 如果是假的 就逼我用武力了 我可不是一个喜欢用武力的人 秦宇嘴里嘀咕着 整个人却动了起来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21章 相持 三大阵法中 杀阵主要就是让攻击力提高到最强 并且还要让敌人无处可逃 而防御阵法 则是努力增加防御能力 至于困阵 困阵讲究 运用一切可运用的方法 来将对方困住 说来简单 可是要做到 就难了 想要困住一个凡人 容易 想要困住一个神人 想要困住一个下部天神 困住中部 天神 上部天神 困阵很复杂 研究起来 也最耗费心力 不过因为 阵道 九百卷中 对于困阵的看重 秦宇还是耗费了大半心力 在困阵之上 在困阵上的成就 秦宇反而比杀阵 防御之阵略高 秦宇整个人如同飘逸的风一样 不断 在天空中飘荡着 而雄黑则是疯狂地 追赶着秦宇 双眼怒瞪 狂吼着 秦宇 有本事别逃 和我正大光明的一战 秦宇不断改变着方向 嘴上却是说道 雄黑 别 发怒 我是一个阵法研究者 不大喜欢用武力的 秦宇 说得冠冕堂皇 双手却是在飞行的同时 不断地截出 一个又一个手印 无数道符传 从秦宇双手间 飞了出去 一条条红色 绿色 灰色 白色 黑色 各种各样颜色的光带 开始出现在空中 秦宇虽然在不断地闪躲 可是秦宇飞来飞去 依旧是在迷你山上空 这一块区域中打圈 魅集 柳絮道人 凌空虚立 彼此交谈着 柳絮道人摇头 叹一口气说道 雄黑大哥 他力量是强 可是敏捷 速度 却远远不如那个秦宇 你看那秦宇身法多么巧妙 转弯多么干脆 雄黑大哥 其实有时候耗费大量天神之力 加速 一口气赶上秦宇 可是秦宇能够在急速情况下 猛然转弯 雄黑大哥 却做不到 那秦宇不断飞行 并且截出一个个手印 在干什么 魅集眉头一簇 说道 柳絮道人笑道 那秦宇也知道 靠神灵石做阵机 虽然布阵的人轻松 可是敌人一旦破掉阵机 阵法就破了 所以那秦宇 准备用自身供应能量 不用神灵石来提供能量 哦 柳哥哥真是聪明 魅集夸赞道 那秦宇不使用神灵石 熊黑 就不能靠狼牙棒毁掉阵机了 那不是 没法破阵法吗 不 破阵法 不一定需要破掉阵机 柳絮道人解释说道 秦宇他这么做 虽然没有神灵石阵机了 可是他本人就是阵机 魅集摇头说道 熊黑一旦被困阵法中 如何攻击秦宇 由自身提供能量 是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 他本人必须一直待在阵法中 不能离开 甚至于不能大量使用神之力 攻击 柳絮道人解释道 柳絮道人说的没错 秦宇现在做的正式布置 一个困阵 而且准备 由他自己提供 整个困阵所需要的能量 困阵布置很复杂 秦宇花费了一天待半夜的功夫 才布置出了困阵 一天半夜 听起来挺长的 可是在神界 这也算不得什么 神界的天神级别高手 交战 厮杀上个数百年上千年 都是正常的事情 特别同级别的天神 对空间掌控相当的 想要杀死对方都很难 所以时间也会拖得很长 相对无穷无尽的生命 数百上千年又算什么 熊黑 感受一下我的大阵吧 秦宇朗声大笑着 然后整个人凌空虚立 在秦宇周围悬浮着无数的浮转 硬浮 同时还有着各色的光带 已经覆盖了方圆十里的区域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阵 秦宇体表飞出了四道暗金色的神之力 这四道神之力 融入了困阵之中 刚好为困阵提供的能量 哈哈哈哈 你停下来 找死吗 熊黑见秦宇竟然停下来 立马朝秦宇杀去 可是忽然 秦宇在他眼睛中消失了 那些原本可以清晰看见的浮转 光带也消失了 熊黑朝四面八方看去 竟然只看到一个光的世界 红色 黑色 白色 绿色 各种颜色形成的墙壁 组合成了一个诺大的世界 这 这怎么回事 熊黑还算是冷静 过了片刻 熊黑脸上有了笑容 这是幻阵 可是这秦宇为什么使用上一次的手段呢 熊黑 此阵还没起名字 今日 你若能够破了此阵 我便佩服你了 秦宇的声音 在整个大阵区域内响起 阵法 困熊 起了这么个儿戏的名字 秦宇脸上也有了笑容 只是熊黑本人倒是怒了 秦宇 你看我如何破你的幻阵 熊黑大吼一声 碧绿色天神之力 在体表飘散着 同时 整个人身体周围的空间 开始扭曲了 嗯 熊黑发现了不对之处 过去幻阵产生的幻境 面对空间的扭曲 会自然被破掉 可是这些各色的墙壁 地面 竟然很难被破掉 幻阵之所以是幻阵 是因为 其主要是幻境 而且幻境 还可以不断变化 可这些各色的墙壁 却可以算是真实的存在 秦宇的声音 在阵法区域内响起 迷你山上 还有一人看着 这一切发生 这就是福伯 老主人 主人 短短二十几万年的时间 就能够将困阵 研究到这个地步 可以让五行之力 光明黑暗之力 完全配合 各种阵法契合 形成这个三级的困阵 想必 以后主人 也会达到你的目标的 福伯 看着天空中的大阵 心中暗暗说道 那秦宇 刚才发出的能量 是神之力 暗金色的神之力 我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回事 观战的柳絮道人 疑惑了 秦宇刚才布阵 提供能量 放出四道神之力 柳絮道人等人都看到了 之前 秦宇飞行 让外人都以为 秦宇是天神 可是天神 怎么发出神之力了 魅姬也疑惑 可能 可能这个秦宇灵魂境界 刚刚突破到天神境界 体内的能量 还没有完全转化吧 魅姬只能找到这个说法 从上级神人 到下部天神 首先是灵魂境界 达到话音层次 然后体内能量才会蜕变 可是一般刚刚 晋级天神的人 会藏在某处 等能量完全蜕变成功 才出来 这秦宇 为何连神之力 都没蜕变就出来呢 魅姬 柳絮道人 只能这么认为了 飞行是天神特有的神通 这么多年 可从来没人违背过这个法则 真实的 好 熊黑冷哼一声 单手持着狼牙棒 就狠狠朝前面的红色墙壁砸了过去 一棒砸下去 红色墙壁竟然颤抖震动树下 可是却没破 熊黑一瞪眼 而在阵法最中央的秦宇 却暗暗点头 五行相辅相成 外加整个大阵多重阵法第七盒 再融合防御之阵的原理 防御之力果然够强 我就不相信了 熊黑改单手为双手 一把抓住狼牙棒 熊黑却非常迅速地连续砸了两下 墙壁再也承受不了 出现了个大缺口 熊黑非常迅速地穿过这红色墙壁 可是穿过这一层红色墙壁 外面又是白色墙壁 白色墙壁周围还有这些通道 各处都是由单调的几种种颜色组成的 我倒要看看 你这困阵有多少层墙 熊黑冷哼一声 然后熊黑双手抓着这把狼牙棒 疯狂地开始砸起了光墙了 熊黑并不知道 困阵中的光墙 是结合防御阵法的禁止 使得光墙防御很强 破坏也比较困难 而且熊黑也没发现 在他砸另一堵墙的时候 刚才砸的墙在光芒流窜下 已经恢复了原样 可秦鱼组成光墙的能量 是神之力 这使得阵法威力弱了些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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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人 如柳须道人 魅姬等人 根本看不到困阵中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听到一阵阵轰隆声 这种声音不停地响着 响着整整三天三夜了 白昼之光 黑暗夜幕 两者交替着覆盖整个神剑 终于轰隆声停了 困阵之中 熊黑整个人都低声喘息着 整整三天的疯狂砸墙 已经快将他泪垮了 妈的 我砸了个万堵墙壁了 而且一直是向前的 这阵法再打 也要破了吧 熊黑感到自己都要封掉了 这个困阵中 就那几种颜色 墙壁也就分为两种 红色 白色 而弯道也就分为黑色 绿色 一些出现的门 也只有金色 总之就那几种颜色 无论熊黑 砸墙砸到哪里 都感到 自己仿佛原地踏步 因为 每个地方都差不多 连布局都完全一模一样 我在原地绕圈吗 不对 没有 我很清楚 我一直是向前的 熊黑 真的搞不明白了 看了看四周一成不变的布局 红的墙壁 黑色的弯道 熊黑明白 只要他砸破了红色墙壁 下一个地方 就是白色墙壁 绿色弯道 然后交替出现 就好像不停在一个地方 来回走一样 这墙壁不单单 是前后左右 头顶上同样有着墙壁 熊黑 曾经朝上方 或者朝下方砸着墙壁 可是无论他怎么砸 都无法 离开这个荒凉单调的地方 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没有地面引力 或许我连上下都不知道了 熊黑抬头看看上方的墙壁 又看看左右的墙壁 一模一样 疯了 熊黑真的要发疯了 一年后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妈的 让我出去啊 熊黑第一次让秦宇放他出去 这就代表他认输了 很简单 我也不要你性命 只要你科三个 想投认输就成 我会立即放你离开这困阵 秦宇的声音 在大阵中响起 妈的 放屁 熊黑怒骂一声 不再废话了 才一年而已 当年他和柳絮道人 一次切磋比试 就整整打了700余年 修炼到天神 这个忍受寂寞的能力 还是有的 只是 眼前依旧是红色 或者白色的墙壁 黑色或者绿色的通道 布局也完全一样 单调的景色 已经让熊黑头发晕 短短被困了一年 熊黑发现平淡的日子 没了 因为那些墙壁 不再像过去那般 让他砸了 一旦他砸墙壁 破碎的墙壁 会迸发出火焰 或者雷电等等 各种攻击 时间越久 各种攻击手段 就越加诡异 秦宇微笑着盘膝 坐于大阵中央 如今秦宇要做的 就是 努力让杀阵 溶于困阵中 只是要完美融合很难 秦宇这些年 在不断的尝试中 而可怜的熊黑 就是 实验品 柳絮道人和魅姬 都不敢进入大阵中 因为对阵法 有研究的柳絮道人明白 一旦陷入阵法中 如果无法破阵 只能任凭人蹂躏 熊黑被困于大阵中 已经整整两百余年了 那一万大军部分已经回去 还有不少人 却在这里等待 平时这些人 还彼此切磋消磨时间 魅姬 你回去见黑龙大人 黑龙大人怎么说 柳絮道人看向魅姬 魅姬 刚刚回过黑龙坛一次 汇报 有关于熊黑的事情 对于黑龙坛一般人而言 黑龙大人早就失踪了 可是柳絮道人 魅姬 熊黑三人都知道 黑龙大人 其实一直都在黑龙坛 黑龙大人说了 这事情不过是小事 他如今处理的乃是大事 而且熊黑还没有死 此事黑龙大人 暂时不会来管 魅姬 说道 柳絮道人点了点头 黑龙大人的反应 和他预料的一样 魅姬 你说 黑龙大人这么多一年来 到底要做什么大事 柳絮道人对魅姬询问道 魅姬摇了摇头 不知道 你还是别多想了 咦 熊黑又开始砸起来了 真是有意理啊 魅姬目光朝天空中的大阵看去 只听到轰 轰 轰 的声音 又再次响起了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二十二章 磕头 天空湛蓝如上好的钦词一样 而那在高空悬浮着的 方圆石里的巨大阵势 依旧和两百多年前一样存在着 一年又一年 这阵势中的轰响声 还是时而响起 显然 里面的熊黑还没有死 迷你山山下 有着几千名黑龙坛的人马 每一个神人都无聊地在一旁闲聊 或者修炼 或是开骂等等 都两百多年了 熊黑大人也是的 直接认输不就成了 或者省点力气 老反抗什么呢 两百多年都出不来 他以为他出得来 一头绿油油 短发的老头 双膝盘起 坐在一石头上布满地说着 而这老头身旁 还有着数十个神人 其中一个紫发女子 冷哼一声说道 老绿头 别在这嚼舌干 熊黑大人可不是你所能评价的 你看熊黑大人在阵法中 不停地努力攻击 两百多年都没放弃 你能有熊黑大人的毅力 我也算佩服你了 明知不可为 含未知 旁人说 熊黑大人本体为熊 过去 我怀疑 可现在 嗯 看来 是真的 一副文士打扮的男士 写以着大树 微笑着说道 对于生命悠久 无聊的神人来说 没事看看自己的顶头老大吃个大亏 也挺有快感的 虽然他们平时在熊黑面前 那么恭敬 秦宇盘膝而坐 坐下 便是一团绿光 那绿光如云团一样 秦宇盘膝这么坐着已经 两百多年 两百多年来 秦宇根本没有移动过位置 秦宇眉毛轻挑 脸上有着一丝笑容 出声说道 熊黑 已经两百余年了 你还准备硬扛到什么时候 按照我所说 直接给我跪下磕三个想头认输 我直接放你离开 处于大阵中的熊黑 此刻只是穿着一个大裤衩 那长满黑黑胸毛的胸膛 赤裸着 赤裸的大腿 同样长满了黑毛 如果不看脸 简直和个熊眉二样 呼 呼 熊黑将狼牙棒放在一旁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喘息着 熊黑转过头 看了看面前白色的墙壁 白的让他感到黄眼 再看看 旁边绿色的通道 绿的让他想吐 太单调了 两百多年的蹂躏啊 这个秦宇太变态了 熊黑气得双拳握紧 整个人身体发颤 妈的 前些年还好好的 这些年 为什么我不砸墙 他都攻击我 随着时间推移 将杀阵的手段 容于困阵中 秦宇已经是越来越精通了 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这两百多年的学习 比秦宇 自己独自一人推演数千年 都有效得多 如果这个熊黑 真的磕头求饶 秦宇还舍不得这么好的实验品呢 天神来当实验品 而且不容易死 哪里找去啊 你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熊黑猛然仰头 大吼一声 眼中尽是怒意 以及悲愤 不着急 我还有许多手段没用呢 正法之道 无边无际 如果让我慢慢来试验 就是试验一万年 百万年 一亿年 都是没有穷尽的 秦宇说话 带着一副独特的味道 就仿佛痴迷于正法一般 熊黑 你能够尝到这么多正法 也应该感到自豪的 熊黑 整个人要崩溃了 如果让他进修 一修炼就是百万年 他丝毫不在意 如果让他和人处于高强度的厮杀 厮杀个数千年 他也能够扛下来 可是这困阵之中 就是不断地折磨他 折磨他的神经 周围 单调枯燥的景色 甚至于一看到这颜色 他头就头疼 头大到要爆炸一样 这一切 已经让熊黑 整个人烦躁到了极点 特别一想到 这种狂躁的日子 无穷无尽 没有尽头 熊黑站立了 灵魂都站立了 熊黑咬咬牙 忽然抬头决然说道 秦宇 秦宇大人 我求你 饶了我吧 呀 饶了我吧 算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你老人家 熊黑抗不住了 哦 求饶了 不过别忘记 我是先说的 磕三个想头吧 秦宇笑着说道 秦宇依旧记得 熊黑率领大军 刚刚来到迷你山的时候 是如何的霸道 如何的嚣张 拿着那狼牙棒 就疯狂递砸 现在这副可怜样 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磕头 熊黑全身发颤 那大黑脸 长得通红通红的 如同猴屁股一样 那你就再等个一两百万年 或许我兴致高 研究个上一年 也是有可能的 你就在这困熊大阵中 慢慢等吧 秦宇的声音 依旧不气不脑 一亿年 熊黑额头 脸颊都渗出了 一颗颗珍珠大的大汗珠 熊黑粗黑的大手 摸了一把脸 汗水滴到了地面上 熊黑却依旧滴着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沉默许久 秦宇 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我就磕头 熊黑 抬起头 眼中有着决然 秦宇不由惊讶起来 这个笨熊真的要磕头 在秦宇心中 这天神 一般都是高傲的 让他们低下高傲的头颅 可是很难的 说 什么要求 秦宇微笑说道 心底秦宇 倒是好奇什么要求 如果我真的向你磕头 你必须答应我 一件事情 不得将我磕头这事情 外转 熊黑郑重说道 好 我答应 秦宇很干脆说道 还请秦宇大人 你发誓 这样我更能安心些 熊黑继续提要求 秦宇倒是笑了 我若对他人讲 便遭天谴 熊黑心底 这才长输一口气 秦宇大人 我认输了 熊黑猛地站起来 然后双膝跪下 很是响亮地 用额头对着地面 碰了三下 这三个想头 希望秦宇大人 能够原谅我 饶我一次 说完 这熊黑头 依旧碰着地面 等着秦宇的回应 此刻熊黑 心中却是怒火冲天 秦宇 一旦我出去 一定会让你后悔 今天的所作所为 让你为今天所作 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能够得到 一个天神的三个想头 比杀一个天神 还有成就感 秦宇的大笑声响起 熊黑脸顿时更加黑了 而这个时候 原本红色 白色 黑色 绿色 金色等 数种颜色组成的困阵 开始分崩离析了 无数的墙壁 化为一道道光带 无数的符转硬符 也消散不见了 熊黑仰头看天 湛蓝的天空 如丝卷一般洁白的浮云 低头看地面 郁郁葱葱的山林 还有着数千个神人 正震惊地抬头看过来 其中也有着魅机 柳絮道人二人 我终于恢复自由了 熊黑一遭得到解脱 整个人都 感到一阵痛快 不由仰头嚎叫了起来 那声音仿佛雷声轰隆一样 在整个天地间回荡 熊黑能忍人所不能忍 秦宇佩服 熊黑 你可以回去了 秦宇清朗声音响起 熊黑朝远处看去 距离熊黑数百米之处 秦宇便凌空而立 一头黑色长发 随风飘荡 长袍烈烈作响 而此刻 柳絮道人 魅机二人 也从下面飞了上来 一会儿 便并肩来到了熊黑的身旁 柳絮道人好奇询问道 熊黑大哥 你忍什么了 熊黑眼部肌肉一颤 眼中闪过一丝狠辣 神识传音说道 柳絮 魅机 那秦宇飞行灵灵 速度极快 我们三人联手 从三个方向围杀他 你们二人的速度 本来就比我快 我们三人联手 绝对可以杀了他 柳絮 魅机二人相视一眼 柳哥哥 你认为呢 魅机神识询问道 此事可行 那秦宇要布置 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他刚才所布置的困阵 已经消散 他 如果要重新布置 需要一两天功夫 这么长时间 足以我们杀他了 柳絮道人说道 熊黑看向柳絮 魅机 柳絮 魅机二人 微笑着点了点头 熊黑脸上笑容 顿时也盛开了 熊黑冷视远处的秦宇 怒喝一声 秦宇 你如此羞辱于我 今日 我便有仇报仇 说完 熊黑整个人 如同一个天外雨时 斜着山崩地裂地气势 就朝秦宇冲了过去 而魅机 柳絮道人 化作两道清风 要从侧面包围过来 秦宇见到这一幕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果然和我预料的一样 不过 能够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内 逼迫着这熊黑 向我磕头 也算是转了 秦宇自己有感觉 距离远点之径突破 估计只有几个月时间了 其实即使熊黑不求饶 过了几个月 秦宇依依旧要解散阵法 全身心去突破远点之径 只见秦宇 整个人如同利剑一样 朝下方射了下去 哪里跑 熊黑冲斜的双眼 猙獰无比 整个人如同炮弹 朝下方砸了去 而魅机 柳絮三人同时 朝下方追去 可是带着秦宇 落入树林中 三人追下去 却发现 人没了 魅机 柳絮二人 竟是疑惑无比 不见了 不可能 熊黑如同疯狂地瞎子一样 在迷你山上 不断地横冲直撞 争铃着怒吼着 秦宇 你给我出来 给我出来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二十三章 开天辟地 轰隆隆 山林在颤抖 整个迷你山 不停震站着 碎裂的石头 从山上不停地滚了下来 大树被砸断 花草被压烂 整个迷你山 一片狼藉 秦宇 给我出来 愤怒的熊黑 抓着那把狼牙棒 疯狂地对迷你山 来了次大扫荡 整个迷你山 面对熊黑的滔天怒火 在颤抖着 哄哄哄 一个个狼牙棒 留下的大坑 让整个迷你山 一仿佛长满疤痕的脸一样 熊黑 整个人飞到了 迷你山山脚 站在了柳絮道人 魅机二人的身旁 熊黑依旧低声喘息着 单手持着狼牙棒 仿佛鬼火一样 灼烧的瞳孔 射出 带着疯狂怒火的目光 一遍遍地扫过迷你山 似乎想要从其中 找到秦宇一样 熊黑大哥 别生气了 柳絮道人劝说 说道 可是熊黑恍若没听到一样 依旧一遍遍看着 迷你山的各个地方 熊哥哥 不就是一个秦宇吗 不值得生这么大的气 魅机 柔声劝说道 熊黑那疯狂地 目光狠狠瞪了一眼魅机 这倒让魅机的声音 嘎然而止 见魅机不再多说 熊黑便再次看着迷你山 柳哥哥 这熊黑怎么回事 被困了两百余年 值得如此疯狂吗 魅机对柳絮道人 神识传音道 柳絮道人 看了看熊黑 也神识传音道 按道理不应该 不过魅机 你还记得那秦宇 曾经说过一句话 熊黑 你能忍人所不能忍 你说 熊黑在那大阵中 到底忍了什么 他现在这么大的怒火 会不会跟那事情有关呢 对 很有可能 魅机表示赞同 可是熊黑到底受了什么侮辱呢 柳絮道人 魅机二人怎么都想不到 狂傲之急的熊黑 会对秦宇磕头 柳絮 熊黑 忽然目光转移到柳絮道人脸上 熊黑 那骇然的目光 让柳絮道人完全小心了起来 熊黑大哥 有什么事情吗 柳絮道人可不想惹恼了这头疯熊 特别此刻这头熊 还处于疯狂中 柳絮道人依旧记得 当年熊黑还没有天神器的时候 便可以和他大战数百年 并且占据优势 而熊黑得到了黑龙大人 赐予一剑天神器 实力成为三人中最强的 这才让熊黑势力最强的 柳絮 你对阵法等各种手段不是精通吗 立即布置一个大阵 给我将整个迷你山给我烧掉 烧个一干二净 熊黑看向迷你山的目光中 蕴含着凶残 我一定要找出这个情愿 即使找不出 也要毁掉他的山头 刚才熊黑虽然对迷你山 进行了一番扫荡 可是迷你山最多多一些大坑 多断掉一些大树 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毁掉这迷你山 这倒是轻松 火 用寂静天火就成 柳絮微笑着说道 作为一个下不天神 柳絮实力并不算强 对于一些偏门 他倒是精通 要毁掉一座迷你山 简直轻而易举 柳哥哥 就看你本事了 魅姬田田说道 柳絮道人身形悬浮起来 双手很是随意地 甩出36颗中品神灵石 这36颗中品神灵石分 别落在迷你山地四面八方 将整个迷你山 给包围起来 只见绚丽的浮转 不断地从柳絮道人 双手间射出 对于外人而言 那些奇特的浮转 很是深奥复杂 可是对阵法有研究的人 却一眼便明白 不同的浮转有哪些用处 花费了近乎一个时辰 一个包裹整个迷你山的大阵 终于形成了 痴痴 整个大阵泛出了道道金光 同时无数的金色火焰 如同洪水一样 几乎是眨眼功夫 便席卷了整个迷你山 这些金色火焰外焰部分 还有着淡淡的蓝色火焰 寂静天火 如果是在仙魔妖界 就是一般的九级仙帝 妖地都抵挡不住 可是在神界中 寂静天火 最多烧毁那些树木植物 以及一些普通的神界妖兽 普通的神界妖兽 连神人境界都不到 面对寂静天火一样 依旧是惨叫着被烧死 各种惨叫声不断响起 原本藏匿起来 躲过一劫的迷你山动物们 此刻惨了 如果是黑色神火 他们可以瞬间死去 没什么痛苦 可是寂静天火 只能够做到慢慢烧死他们 让他们痛苦的时间 反而更加长了 树木变成灰烬 湖水干涸 连那些石头上的植物 也同样被焚烧干净 只剩下那些石头 被烧得裂了开来 不愧是神界的石头 最多被烧裂开来 寂静天火 无法将它们烧成灰烬 烧了近乎半个时辰 滔天的火焰 将山脚数千人脸 都映成金色 寂静天火消散 整个迷你山变得光秃秃的 只剩下丑陋的石头 单单看眼前场景 根本无法想象 之前这里的山清水秀 熊黑大哥 柳旭 悄然看向身旁的熊黑 即使火烧迷你山 依旧没看到晴宇 晴宇就这么消失了 消失在所有人眼皮底下 熊黑目光发出幽黑的光芒 扫尸了一边光秃秃的迷你山 然后冷声说道 哼 逃得掉第一次 逃不掉第二次 我们回黑龙坛 是 熊哥哥 美姬田田说道 熊黑刚走两步 便看到了那石碑 石碑上有迷你山三字 这石碑 因为在山脚 反而没有受到损坏 看到这石碑 熊黑就想到了 这迷你山的主人秦宇 想到秦宇 心中便涌出刺心的耻辱 哼 熊黑一脚如同巨斧 狠狠地劈在那石碑上 啪 石碑撕裂开来 碎成了四份 唯有那个迷子还是 完整的 黑龙坛 浩浩荡荡的数千人马 在三位天神的带领下 就这么地离开了迷你山 只留下被烧得 一干二净光秃秃的迷你山 以及碎裂的石碑 江兰界第二层空间中 一座雅致院落外 有着一棵粗壮的 长满树叶的大树 大树下 有着两个青色石桌 浮泊 黑雨 乌兰 乌鹤 绿水 红雨 这六人 分成两桌坐下 六人目光中 都有着些许担忧 因为 刚才秦宇进入院落前 对他们说了一句话 诸位 这次 我要闭关寻求突破 这一次对我而言 修炼非常的重要 同样也有些危险 而且 这次突破需要多长时间 我也没有什么把握 希望你们不要着急 至少 这次修炼 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说完 秦宇只是拍了拍 黑雨的肩膀 便走进了院落中 不会有生命危险吗 黑雨却不相信 他认为这是秦宇 故意安慰他 让他放心才这么做的 黑雨看向周围几人 郑重说道 大哥突破期间 我就在这等 从今天起 你们不可在这喧闹 以免打搅大哥 福伯等人点头 从此刻起 五人都不说一句话 静静等着 黑雨看着这座幽静的院落 心中却担忧地揪起来 大哥 你千万别为了 星辰变丢了性命 黑雨心中担忧着 幽静院落中 秦宇的房间内 秦宇盘膝坐于蒲团上 整个人静静的 实际上 此刻距离最后突破的关头 还有这几个月 可是秦宇 这时候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是到如今 秦宇还没有发现 最完美的演变道路 我会死吗 秦宇心中自问 如果不追求完美 用最安全的演变道路 肯定不会死 可是最安全的演变道路 也是威力最弱的一条 演变道路 创造前所未有的功法 本来就有危险 特别这功法 还是最为顶级的功法 星辰空间中 整个空间都因为圆点 而扭曲旋转了起来 仿佛愤怒的大海一样 不停地起伏着 秦宇的意识 时刻感受着这种波动 意识和星辰空间融合一体 内部感受空间变化 圆点变化 外部感受整个降乎空间 降乎空间到底是什么 秦宇的意识和降乎空间 接触着 一股股 更股古老的气息 侵入秦宇的意识 让秦宇愈加安静下来 静 心静 静得 似乎一点波动也没有 随着时间流逝 秦宇忽然感觉 整个星辰空间 仿佛变成了一个 胚胎 星辰空间同时也是自己 自己成为了一个胚胎 至于降乎空间 则是母亲的肚子 享受降乎空间的气息 整个人的意识 甚至于有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在这种状态下 时间流淌着 几个月的时间 眨眼急过 这么多年的演变 圆点此刻 竟然小到了一个极致 如果单单用眼睛观看 只能看到圆点 变成了一个极小的黑洞 因为圆点太小 导致周围空间完全塌陷 而秦宇 依旧处于那种 昏昏欲睡的感觉中 甚至于秦宇的肉体的脸上 露出了甜静的 如同婴儿一般的天真笑容 可是这种状态下 秦宇的意识 同时不断地闪过一个个场景 星云 流星 星河 行星 恒星 宇宙的演变的场景 不断地秦宇 在脑海中闪现 闪现的速度 比平常秦宇刻意推演 要快上千万倍 同时推演到 圆点之境的时候 意识依旧推演着 这时候 意识推演速度 比过去更是快了一万倍 这种事情 都是在秦宇昏昏欲睡的情况下 做出的 哄 仿佛一道闪电 在秦宇的意识中 批出 一下子让秦宇的意识 清醒了过来 而秦宇清醒的这一刻 星辰空间 已经演变到了极致 那圆点 已经小到了极限 如果秦宇再不清醒 可能圆点就要爆发 没有人的引导 原始的 爆发只会让秦宇的意识也溃散 圆点 圆点 原来 这就是 一 这就是最原始的一点 秦宇有种拨开云雾 兼月明的感觉 虽然不明白原理 可是秦宇的心底有个 秦宇盘息而坐的肉体 竟然突兀的消失了 对 秦宇的肉体 消失了 星辰空间中 秦宇的肉体 很是突兀的出现了 此刻的秦宇 双手虚张着 眼睛闭着 凌空 蓄力在星辰空间中 此刻的秦宇 沉浸在一种非常玄妙 非常特殊的状态中 破开吧 秦宇依旧闭着眼睛 单手 却一指圆点方向 就仿佛花生裂开一样 这圆点咔嚓一声 裂成了两半 圆点的上半边 画出了青色气流 青色气流咆哮得澎湃而出 一下子席卷了整个星辰空间 而圆点的另外一半 则是画出了浑浊的灰色气流 灰色气流 同样疯狂地 席卷了整个星辰空间内 在星辰空间内 这两股青色 灰色的气流 开始互相纠缠在一起 似乎在厮杀一样 秦宇依旧闭着眼睛 只见 秦宇脸上忽然有了一丝 甜静的微笑 一手顶天 一手撑地 轻轻喝了一声 开天辟地 在呼出这一声后 秦宇双眼猛然睁开 呼 原本纠缠的青色 灰色气流 仿佛受到指引一般 青色气流朝上方飞去 灰色气流朝下方落下 秦宇的身体 在长大着 不断地长大着 秦宇的身体越大 这青色气流 就被撑得越高 随着时间推移 青色气流 最终凝结成 青色的实质一层 而灰色气流 则是形成了实质的无边大地 瞬间 秦宇整个人 恢复了正常大小 仰头观看上方 那青色天空 如同青瓷一般 纯净 再看脚下的地面 地面宽厚无边 就这么延伸下去 面积之大 秦宇根本无法计算 因为这土地范围 在不断延伸着 这就是开天辟地吗 秦宇此刻 才完全从那种 玄妙状态中恢复过来 见到自己所做 秦宇也有种 难以置信的感觉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二十四章 乾坤之境 后时的大地 一望无几 可是秦宇却能够 清晰感受到 自己开天辟地 所形成的 这一个世界的变化 大地在不停地延伸 这个世界地范围 也不断变大 这片大地的范围 比一千个子玄星面积 还要大 秦宇心中有些感叹 脚踏着这片土地 秦宇心中却非常安静 这个世界属于他 这个世界 完全由他控制 既然开天辟地 成就一个新的乾坤 那 星辰变 第十境界变为 乾坤之境 秦宇心中定下了 第十境界的名字 这方天地的天地之极 实际上最外围 正是星辰空间的隔膜 这方天地 正在不断吸收着 外界的降火能量 然后 导致这方天地 不断地变大 没想到竟然可以 演变到这个地步 连我的身体 都进来了 秦宇有些震撼 原本的星辰空间 秦宇最多意识进来 根本无法身体进入 谁知道 在演变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然连身体都进来了 这方天地太过单调了 秦宇嘴上说着 顿时这个乾坤世界 开始变化了 河流 高山 沼泽 海洋 湖泊 沙漠 树木 植物 花草 原本单调的世界 以一种惊人速度变化着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秦宇只是微笑着 在这方天地开辟 成功的时候 秦宇就知道 自己在这个世界里 拥有什么神通 在自己的乾坤世界中 秦宇堪称无所不能 只能算是堪称 也没有完全的无所不能 因为这个乾坤世界 还处于成长中 没有达到完美阶段 此刻的乾坤世界 秦宇只能勉强 使用他的空间之力 无法使用他的时间之力 不过这乾坤世界 乃是秦宇创造 就是神王在这 即使神王掌控空间法则 可是只要秦宇愿意 神王也休想使用 这里的空间之力 因为秦宇才是这的主人 咦 秦宇惊一声 整个人身体瞬间消失 再次出现 已经到了半空中 此刻这乾坤世界的这一点 位置 正滋生出玄黄色气体 滋生的速度不算快 可是也就滋生了一会儿 一半人大小的玄黄之气 悬空滞留着 在玄黄之气诞生 秦宇作为这世界的主人 脑海中自然出现了 关于玄黄之气的信息 玄黄之气 乃是开天辟地时候诞生的 一旦将玄黄之气 融入一件武器中 那件武器的硬度防御能力 将会达到一个至极的地步 秦宇脸上顿时绽放开笑容 没想到形成这乾坤世界 竟然会诞生这晚意 硬度防御力 好 秦宇单手一身 炼制出来的最强武器 上品天神器 一般威力相当于三流的鸿蒙灵宝 而蚕血神枪 虽没有鸿蒙灵器 威力却堪比二流灵宝 是将神最自豪的作品 不融入鸿蒙灵器 便堪比二流灵宝 如果蚕血神枪 融合了开天辟地诞生的玄黄之气 又会有多厉害呢 蚕血神枪从秦宇手中飘了出去 随后 蚕血神枪便这么的直直的悬浮在空中 那一团半人大小的玄黄之气 完全包裹了蚕血神枪 秦宇感受得到玄黄之气 融入蚕血神枪的速度 不由感叹 一生 好缓慢地融入速度 用这种速度 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完全融合 算了 反正暂时也不使用这蚕血神枪 就让它在这乾坤世界中慢慢融合吧 秦宇能够感受到这乾坤世界和江南界的联系点 两个世界的联系点 就是秦宇原先消失的地方 秦宇控制着空间之力 连接到了江南界那一处地方 秦宇明白 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 一旦覆盖什么范围 自己就能够瞬间抵达江南界第二层空间 在秦宇那座雅致的院落外 黑羽 乌兰等一批人 已经在这静静等了好几年了 几年来 所有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只是静静等着 大哥 千万要成功 黑羽脸上满是严肃 他的心很沉重 因为一般情况下 从一个境界到另外一个境界 突破速度是很短暂的 可是秦宇已经几年没出来了 幸亏江南界没什么变化 至少表示秦宇还没死 只听得吱压一声 房门开了 黑羽 乌兰 乌鹤 红羽 绿水 福波六人几乎同时站立起来 六人惊喜地相视 然后都立即朝秦宇的院落冲去 黑羽一马当先 第一个推开院落的院门 果然看到秦宇走出房间 此刻已经走到了庭院中 呵呵 我已经成功突破了 秦宇看到黑羽担忧的目光 当即笑着说道 黑羽等一大群人 立即露出了放松的笑容 绿水 红羽 两个女孩则是叽叽喳喳地说了 起来 早就说了 秦宇大人一定会成功的嘛 不是和我说的一样 我看 我们应该好好庆贺一番 我这几年被你们吓得连一口大气 都没大声喘过 一身粉红色的红羽捂着心口说道 好 我们好好庆贺一番 秦宇此刻心情也极为的好 一番热闹的吃喝之后 秦宇和黑羽聊了许多 秦宇在外面数百年 黑羽在江兰界第二层中 却是数万年 如今黑羽的实力比过去高了不少 只是依旧是终极神人层次 大哥 这番突破 实力提高了多少 黑羽询问道 秦宇听到黑羽问道这个 脸上也不由露出了怪异的笑容 自己实力提高多少 秦宇自己也感到怪异 在原点之境的时候 自己还有原点之力 可是如今达到了乾坤之境 最多使用自己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了 空间之力 威力如何 秦宇自己也是不清楚 而且乾坤世界的空间之力 在神界中会受到排斥吗 毕竟神界和秦宇的乾坤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特殊之处 自己的丹田空间发生了变化 原本丹田空间中的黑洞 此刻竟然消失不见了 秦宇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的 可是据估计 应该是形成乾坤世界那段时间内消失不见的 除此以外 自己的丹田中竟然有了一团白色净火 秦宇在原点之境 体内真火是黑色神火 而乾坤之境 真火便是白色净火 只是秦宇没想到 这白色净火 竟然会跑到自己丹田中来 不过 现在单单看秦宇的身体 和一般的人也没太大的区别了 如今虽然没有了丹田黑洞连接 可是开辟出乾坤世界后 秦宇便和乾坤世界有了灵魂联系 甚至于 只要一个心意 就可以直接顺移到乾坤世界中 和江兰界相比 乾坤世界估计更安全吧 秦宇心中暗自判断 毕竟藏到江兰界中 江兰界的本体还在原地 最多变成颗粒 山石等物体而已 而乾坤世界 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如果我的敌人真的去了乾坤世界 那才好呢 秦宇脸上满是笑容 在乾坤世界中 自己就是无敌的 大哥 在想什么呢 我问你 这次实力提高多少呢 黑羽出声说道 秦宇从沉思中清醒过来 当即笑道 这次的实力 嗯 灵魂境界稍微有些提升 差不多到了上级神人顶峰 差一步就抵达天神境界了 顶峰 黑羽眼睛立马圆了 我苦修二十多万年了 才算是接近终极神人顶峰 大哥 你好像没怎么修炼吧 黑羽感到有些沮丧 彼此修炼速度差异太大了 秦宇无奈摇头说道 在达到乾坤之境之前 我只算是一般的上级神人层次 可能在突破到乾坤之境的时候 灵魂有些进步吧 当时我自己也没感觉到 可是 秦宇明白 从上级神人顶峰到天神 才是最难的一关 神界 无数人困在上级神人顶峰 就是无法跨入天神境界 看来 我要更加努力了 黑羽点了点头 随即对秦宇一笑说道 大哥 我先回去了 秦宇站了起来 送黑羽离开 带着黑羽离开 秦宇站在门外 看着这无边的江蓝界 这江蓝界本是蓝书的 而且是蓝书的第一 灵宝 我的乾坤世界与其相比 就是无法控制时间而已 主要是乾坤世界 还没有成长成功 等见到蓝书 便将江蓝界归还给蓝书吧 第十五集 开天辟地 第十五集